祝法和尚, 诸位法师, 诸位嘉宾, 诸位大德, 大家好! 今天是2018年, 遂次暮序, 香港亲民技术互顾习在朝鲜新年发挥的第一天, 很高兴看到大家积极一趟共享甚至。 我们从2012年开始举办技术大典, 今年是第七年, 技术的意义是提倡孝道, 教人不忘本, 所谓知恩报恩, 报本凡事。 孝敬是人道的大根大本, 人人发扬孝敬精神, 社会风气就会归于春后。 所以, 仁与舍, 圣宗追悦, 明德归后义。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 今天在座的, 有许多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人, 也有学习佛法的人。 所以在此, 想跟大家报告, 如何才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。 就学佛而已, 首先要了解, 什么叫做佛。 佛是古印度繁语的音译, 意思是智者觉者。 所以, 学佛就是学作有智慧的人。 觉悟的人。 简单地说, 就是要做一个明白人。 就学习。 就学习。 传统文化而已, 大学说。 大学之道, 再明明的, 再清明, 再治愈之善。 要学做大人, 也就是要学做圣仪、君子。 首先, 要证明自己本有的光明的心。 然后才能亲爱人民, 使人民也能够明明的最后, 才能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。 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。 同样是要做一个明白人。 怎样才能做个明白人? 古代祖师大德, 常问一句话, 你会吗? 如果你会, 你就是个明白人。 如果你不会, 你就是个糊涂人。 那么, 怎样才算会呢? 就是要善续。 学习佛法要善续。 学习传统文化也要善续。 能够善续。 能够善续。 你就能得到佛法。 与传统文化的真正利益。 也算幸福美满快乐。 如果不善续。 即使佛法与传统文化这么好。 你也可能, 愈学愈出问题。 愈学愈多毛病。 愈学愈痛苦。 这就好比一体两药。 如果懂得正确的服用方法, 你的病很快就能治愈。 反之, 如果服用的方法错了, 可能你的病会越来越加重。 所以, 问题不在于我, 而在于你自己, 是不是懂得善用。 同样的, 学佛或学习传统文化。 学出了问题的人, 关键不在于佛法或传统文化。 而在于你自己本身不善学。 你学错了。 学偏了。 如何才能善学呢? 这包括善天, 善思、善严和善心。 在佛的经当中, 我们可以看到, 每当有人请法、佛, 在正式开讲之前, 会先祝福听众, 要地天, 善思念之。 这句话, 分成三个部分。 地天, 善思, 念之。 这三个部分, 加以细分, 就是善天, 善思, 善严和善贤。 这些都做到了, 就叫善严。 地天, 就是善天。 要用心, 仔细地听, 正确地领受。 佛所说的话。 就像孔子讲, 君子, 九思当中, 就有意向, 是, 听, 实从。 听话, 要听清楚, 要听懂, 话中的含义。 如果, 把话听漏了, 或者, 把意思听错了, 理解错误, 所谓, 一文解义, 三十佛愿。 那就很麻烦了, 会产生误会, 与偏差。 佛教导的四义法, 当中有, 一义不一语。 听法, 最重要的, 是要正确理解, 其中的意义, 而不是执着语, 语言, 文字。 善思, 就是如理的思维, 领悟。 佛所说的道理, 这也是, 拔正道当中的正思维。 儒家, 儒家也非常强调, 学者, 必须, 甚思, 明辨。 对于, 佛法, 与传统文化的, 理论, 事实, 与因果, 都要很理智的, 分辨清楚。 例如, 要明辨, 气理与气机的问题。 佛所说的经, 是针对不同根性的众生而说的。 对这类根性众生, 这样说。 对那一类根性众生, 那么说。 不可, 互相昏有。 众生根性, 千差万倍。 所以佛的法门, 也有种种差别。 能够明辨, 不同法门之间, 教理的差异, 也能明辨, 他们针对的, 不同根性, 就不至于混淆。 念之, 就是修行。 这就包括了, 善言与善行。 要把佛所说得到道理, 时时刻刻, 信念在心里。 并且, 在言语或行为当中, 极限出来。 要修正自己的烦恼吸气, 正极化人。 了解正确的做法, 之后, 以下我们就善听, 善思, 善言和善行, 四部分, 列举一些不善学的情况。 至少要避免落入这些情况, 才能称得上善行。 必须了解自己毛病的所在, 才能加以改进, 顺利提升。 不善听。 有些人听话, 只听一半, 然后就断章取义, 没有完整的, 正确的, 理解所讲的含义, 以至于产生误会, 甚至于造成偏差的行为。 例如, 有人一天都要万元放下, 就把家里的财产全部都误失掉, 弄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没有住了, 造成家庭问题, 甚至于演变成社会问题。 事实上, 我们讲今时, 讲过多少次? 所谓的放下, 是指心上放下, 事上还是要啊。 照世间法去做, 并不是教你什么都不要了, 这是很大的误会。 佛法在世间, 不坏事间法, 所以, 事上不能放。 事件, 一切责任, 与义务, 都要认真地做好。 心底这决定不能忍住, 心底倾尽, 一尘不忍, 这就对了。 。 灵光大使, 开始。 尽忠学人, 应该顿轮进分, 闲邪存尘, 幸运念佛, 求生进度。 。 这样, 事法与佛法, 都圆容坚固, 才符合大乘佛法, 中道的精神。 又说, 我们赞叹, 海鲜老和尚。 老和尚不认识, 一生, 一步经没读过, 一步经也没听过, 就一句佛号, 一门深入, 念了九十二年。 做个好样子, 给佛门弟子看, 让大家增长信心, 坚定怨行, 像他一样, 往生进度。 有些人, 听了这些话, 就断章取义, 学习海鲜老和尚, 不识字, 不读经, 不听经, 还批评读经听经的人, 不对。 这也是不善听。 没听懂啊。 讲经人的意思, 该学的, 没学到, 反而产生了, 误会的见解, 非常可惜。 有些人, 刚好想法, 听到我们称谈, 无量受盈, 如何殊胜, 能使人, 生起, 坚定的, 信, 远信。 于是就执着, 无量受盈, 认为, 光念阿弥陀佛, 不能往生, 一定要念, 无量受盈, 才能往生。 还把一些, 专心念佛的, 老菩萨, 都拉了, 读无量受盈, 让他们, 对于念佛的信心, 产生动摇, 非得, 辛辛苦苦的, 都无量受盈, 不可。 这实在是, 断然发生毁灭。 我们讲经时, 一再说到, 信心不足的人, 要读解。 如果是, 已经生起信心的人, 经, 可以不读, 一句佛话念到底, 就够了。 现在, 他却凡其道而行之, 把已经, 有信心, 正在专心念佛的人, 拉回了读解。 这真是颠倒啊。 本来, 众生就有不同的更新, 有人喜欢听见, 有人喜欢读解, 有人喜欢拜佛, 有人喜欢念佛, 不可一概而论。 古德说, 灵动前江水, 不动道人心。 让专心修行的人, 信心动摇, 这是极大的罪过。 如果, 如果, 这些老人家, 往生不了, 这笔账, 都记在, 这些人的头上。 还有人听说, 为人读念的功德很大。 就像病重的人, 太大亮光的地方。 日夜阻尿, 不给病人安静, 休息的时间。 没有睡眠的时间, 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念佛。 缺乏睡眠时间长了, 甚至精神方面都会出问题。 这些好性, 反而半坏似的例子。 有人听说, 读念是, 不能去碰触王者, 于是就禁止家人, 去为病重的人服务, 不准给他喝水, 不准帮助他大小便利。 真的, 这也是, 严重的误会。 不准碰触他, 是指, 在他断气之后, 现在, 病人还没有断气。 还有货水, 大小便的需求。 只因为你, 开始祝念了, 就不准人家去碰触他。 做这样的事, 这是牛带病人了。 他身体的需求, 不能得到满足, 就增加了他的痛苦, 使他不能专心念佛。 所以, 这些祝念的人, 是在障碍他, 不是在帮助他。 有人听我说, 我这一生, 没收徒弟, 那些悟似辈的, 都是韩广长说的。 就说, 悟似辈都不是出家人。 这也是, 这也是故意, 扭曲四世。 我的意思是, 我不愿意收徒弟。 是顺着, 馆长的意思, 才给人剃度。 他们都经过了, 正式的剃度一世, 又正式受了三坛大戒。 你如何能说, 他们不是出家人。 这样说, 也是造口业。 以上, 这些偏差, 往往是因为, 不善天。 没有正确理解, 讲经人的意思, 或是听心不够, 听了一部分, 就一遍改变, 所造成的。 不善思。 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, 既然, 一切都是空的, 为什么还要修传统文化? 我反问他一句, 既然一切都是空的, 你为什么还要吃饭? 这是典型的, 治理费思的偏差。 执着理论, 而否定思想。 一切都是空的, 这是真谛的境界。 是圣人的境界。 你现在, 还是个反复。 还达不到, 那这样的境界。 怎么能否定思想? 你只知道, 一点理论。 但那不管用啊。 你不吃饭, 还是肚子饿。 你不学传统文化, 还是不明白思理。 与其糊涂。 有些人听我说, 三个根很重要。 就开始学习三个根。 改天听说文字学很重要, 他就改学文字学。 再听说文字学很重要。 他又改学文字学。 一门还没有学好, 就改学下一门。 这也是误解。 每个人要选择。 适合自己的一门, 尝试选修。 不能一再改化。 当然, 如果你是有四地, 三根找文了, 才学文字学。 文字学学好了, 才学群入之谣, 那就对了。 所以, 要明辨道理, 正确思维, 才能正确地修修。 佛菩萨的感言, 真有。 神通也是真有。 但是, 学佛的人不能止住, 感言或神通。 一执着就错了, 就偏差了。 如果有人, 一再炫耀他的感言与神通, 甚至讲出来的话, 于教理相违背, 那就不可相信。 英光大师说, 佛机多数是灵鬼在作用。 假冒佛菩萨的名义, 其实不是佛菩萨。 附体也是一样, 甚至用魔来附体。 所以, 学佛人, 要对他们, 敬而远之。 思维法当中, 有义法不宜人。 我们学佛, 不能盲目崇拜过人。 一定要用理智, 要依教理为准。 我受苦, 我自己是个凡夫。 连出国许多话, 都没得到。 所以, 不能对我, 盲目崇拜。 我赞叹过一些人, 那是因为他们, 有可取之处。 我只赞叹他们, 那部分的优点, 并不是给他们验证。 我从来不给人认证。 所以大家, 要很理智地看待。 我赞叹过的人, 不能认为, 他们一切都是对的。 如果他们又在利用我的赞叹, 来抬高自己的身价, 那么, 你就要很小心了。 他们很可能, 是把名利看得太重了。 真正修佛人, 真正学习传统文化的人, 都是很谦虚。 怎么会一再利用别人的赞叹, 来标榜自己。 从这里, 就可以看出, 这样的人, 是有问题的。 不善业。 无量受尽数, 善乎口业, 不及他顾。 孔子也说, 非理为也。 有些学人, 却不遗教风险。 因为顺着, 自己的烦恼说话。 不修口德, 不善乎口业。 他们学佛, 学传统文化之后, 不是拿来修正自己, 而是拿来要求别人, 专调别人的毛病。 老是喜欢强迫他人, 接受自己的意思。 去修学。 当别人抗拒时, 就骂别人, 没善根, 没福报。 用佛法的道理, 传统文化的道理, 来骂人。 这就是烂恼。 让人对佛法, 或对传统文化, 产生反感。 断了他们, 学习神教的机会。 本来是良悦, 用错了, 就成了毒药了。 学佛, 学传统文化之后, 却被人诟病。 往往就是, 因为他们不善业, 不修口地所造成。 不善业, 种类繁动, 包括, 往日, 念事, 悟口, 其余, 都是不善业。 口业, 最容易造, 所以, 要特别小心。 学人, 应该从口业下说。 认真修正自己, 错误的言语, 这样, 进步就会很快。 不善业。 不善业。 有些人, 一讲起道理, 就口若玄虎。 讲得头头是道, 但是, 能说不能行。 自己的错误行为, 一点也没有收敛。 烦恼吸气, 一点也没有减少。 这就是不善心。 无论是哪一类的烦恼, 如果不加以降服, 都是伤害心的。 而在种种烦恼当中, 也傲慢, 最为麻烦。 孔子说, 如有周公之彩之美, 使教且令, 其余不足观也。 学习圣教, 而不能落实, 不能做道, 自己惭愧, 都来不及了。 哪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 所以, 如果看到浇漫的学人, 就要知道他们没有学真正, 学好。 佛弟子, 有四种, 有四种, 一条, 重要的一条。 不帮过苦, 不不过贼, 不漏过税, 不漏过税, 不饭过止。 这四条, 这四条, 没做好, 就是, 不善行。 有人问我, 还成饶佛活动, 是否如法? 我告诉大家, 不如法。 为什么不如法? 你违背国家的法律, 就不如法。 国家法律, 明文规定, 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, 不得以从事, 集体宗教活动。 你, 还搞, 好好当当的, 还成饶佛。 这就是, 违反了法律, 为什么? 要跟政府作对。 跟政府作对, 就是大不尽。 所以希望同学们, 佛祀活动, 一定要服从国家的法律, 决定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。 不要搞那些政府不许可的活动。 佛门第四, 绝不容许扰览社会。 佛法与传统文化, 都是能力, 道德, 因果, 神仙智慧的普世教育。 如果能善听, 善思, 善言, 善行, 那么, 你就是善修, 就能幸福美满快乐, 也能帮助他人利物得乐。 希望大家, 希望大家, 多能善修佛法, 和, 传统文化, 为家庭, 为社会, 为国家, 为世人, 做出好保养。 真正自利利他, 自度度他。 谢谢大家。